这就是天然合一 提高生命质量 大家好 欢迎收看 由天使力冠名播出的国学堂 我是梁东 梁某人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仍然延续《群书制药》 这一本萃取了上古时期精华 并且开创真观之志的 管理心法的书 每一句话读来 都非常具有启发性 今天和大家再分享 其中的一句话叫 迅有之 内作色荒 外作情荒 甘酒思荫 俊雨雕墙 有依于此 未获佛王 说皇祖大鱼 大鱼之水的大鱼 有这样的话 在内迷恋于女色 在外迷恋于游戏 重情饮酒 毫不节制 贪嗣歌舞 跟各个文工团女演员 经常失混在一起而不满足 住着非常高大的房子 而且墙上还雕梁画动 涂上各种金粉 银粉 以上几项 只要沾有一项的 没有不亡国的 这是当时大鱼所说的话 这话吧 今天我们怎么解读 有一个投资的朋友 做VC和PE的人 他跟我说 他投资看一个东西 看这个公司的领导人 是不是上完试以后 公司做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开始换大房子 住得非常漂亮 通常如果一个人 在做企业的时候 开宝马 有漂亮美女 做女秘书的 一般不投 这个事情 很具有这个说明意义 说明什么 说明 其实在投资者心目当中 人家是拿着钱的 用脚投票 是吧 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很好的 传达出一种真正的价值 这种价值就是 什么人有前途 什么人没前途 企业的领导 贪图享乐 沉迷酒色 就无法确保 一个企业的长久发展 这是群书之药 给现代企业 管理者的警示 然而这种警示 同样适用于 一个家庭的和谐 一个女人的望夫 与客夫 究竟又会与群书之药 给我们的警示 有何关联 今天啊 很多的女青年 如果在屏幕前面的时候呢 你老公是某个企业的小头目 或者某个科的科长 某个处的处长的时候呢 你怎么成为一个 望夫的女人 很多女人 领导干部的孩子也好 女人也好 或者企业领袖的太太也好 本来呢 这边老公 事业做得还不错 勤勤恳恳 非常勤勉 老婆喜欢贪恋 各种的奢侈品 那些下面有行贿的人 拍马屁的人呢 就塞各种好东西 你知道耳帮风吹着吹着 就吹歪了 她不仅不忘夫 而且还克夫 这种女人 就是克夫的女人 我有一次啊 去参加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 一个特别成功的 我们参加拍服务师 排名车前几十号 那些人的一个聚会 我发现 但凡一个人 他能够做的时间很长的 老婆都长得相当的朴素 起码原配 长得相当朴素 朴素地让我 感到鲁雷峰顶的地步 开始我还不理解 我后来发现呢 就是人要活得久啊 娶个老婆丑啊 这句话 真的是非常深刻的一句话 所以各种 各个界别的女青年 知道吗 把自己弄得很腰野 前V后V 穿着各种高跟鞋 这是不行的 我有一个领导干部的朋友 他的孩子 这个领导干部呢 还是一个相当有智慧的人 他跟我说 我娶儿媳妇就一标准 不喜欢穿高跟鞋的 因为我以前跟他 分享过我的一个观点 一个女人的高跟鞋 和他对世界的欲望成正比 有很多女青年 喜欢穿那种高跟鞋 恨不得人 就是在那个地上啊 能够把那个地上 盯出眼儿出来的 咱说对身体好不好 咱不说了啊 你这样天天那么翘着 是吧 那个臀部那样 长期这样顶着 各种宫颈 各种盆腔 都是有问题的 你想想看 一个女青年 如果高跟鞋搞 搞那么高 她起码会造成一件事情 给老公带来 巨大的心理压力 所以呢 我的一个 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那个朋友 聪明人 他说我娶儿媳妇 就看这个人鞋 不喜欢穿高跟鞋 这说明什么 这还是这个事 一个领导干部 如果你的太太 就是我们想回来 说话说回来 你想做一个 旺夫的大太太原配 你一定要告诉老公 要学会 对这些东西 保持一种 警戒之心 而作为一个 女性原配 你也一定要学会 朴素得起来 我觉得吧 就端庄 干净 即可 是吧 那个眼睫毛 别刷太长 哇 似凤一样 晃来晃去 那很可怕的 冯伦先生说过一句话 女人有两种 一种靠资源驱动型的 年纪轻轻的 砰的一程 驱到很高的位置 然后这一辈子 处于走下坡路 还有一种 知色平平 能力平平 找个好老公 慢慢读书 生个好儿子 然后慢慢慢慢教育 二十岁 三十岁 四十岁 五十岁 六十岁 生活越来越有滋味 慢慢上 人生到七八十岁的时候 儿孙满堂 女婿 儿媳妇 都很听话 这才是真正完美的结局 这是一个策略选择 您到底要选择是爬上去了 这样想来 还是低开高走 还是高开低走 这是一个策略